Hello 又見面了 今天是8月16日 也是來到我珠海時代水岸的家 時代水岸的車位 建不建議買 反而如果你說風 反而我是非常建議 還有我將會做什麼呢 大家下面留言 歡迎加入我們B家業主的時代水岸業主群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8月9日 大家看看幾個月樓 這是我的徒弟網紅KOL 不如我自己介紹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是常水電的Daniel 我是負責肖慶的 Hello 我是Jacky 我是負責中山的 Hello 我是Andy 我是負責偉州 Hello 我是芯怡 我是負責珠海的 大灣區城市 基本上都有我們的KOL 一邊拍片給大家看 剛剛我們正在開會 不過我立即都想拍片 通知大家 為甚麼呢 我今次過到我們GX2個星期 其實我都去了很多不同大灣區的城市 有很多觀眾要求 我去一些樓盤拍攝 因為現在香港人過不了來 很多都很擔心 所以我實地每個項目 或者發展商 可能邀請一些比較高層的人 突擊 突擊去做一個回訪 我發覺很受歡迎 因為我真真實進去 所以大家無論 情況是否好 讓大家知道情況是怎樣 方便大家知道下一部是怎樣做 我博士一個人 就拍不完那麼多 所以 今次我面對觀眾 就是想宣佈一件事 剛剛我們開完會 我辛苦了 我們V加五多的KOL 我們就是幫我博士手 一起去拍一些回訪項目的影片 辛苦你們了 大家記住 如果大家看到這條影片 你有多想我們 博士或者KOL 去拍一些回訪項目的影片 你下面可以留言給我們 譬如有哪個城市 或者哪個項目 甚至是哪個發展商 你想我們去拍個回訪 去了解多些深入的情況 甚至你可以準確告訴我們 你想我們去回訪的時候 問些什麼問題 或是想拍到什麼給你看 大家在下面留言 我就根據大家的要求留言 我就會分配給我們每一位的KOL 包括我自己 來拍新實的一面 一些回訪給大家看 好嗎 這個就是我們V加 真的做到切結實實 以及最新的資訊 Hello 又見面了 今天8月16日 也是來到我珠海時代水岸的家 現在一大群人在這裡 剛剛也商量完 露台怎樣弄好 遲些大家慢慢看看 我的進度如何 我依然都是 決定不會封露台 剛剛昨天的影片出了 都不夠一天 有一萬人看 原來大家對這些裝修上的東西 原來大家都幾喜歡和我溝通 和給意見 幾好玩 所以我博士不宜又說說多些 這些關於裝修上的東西 因為其實現在收樓年 大家有很多裝修都要談 大家看看這個露台 我依然都這麼說 露台這麼美 幾好 沒有風 現在已經是去到五點鐘晚上 就太陽開始下山 今天已經是陰天了 大家看到是很美的景觀 有幾個問題 首先我先回答 有 時陸水我的車位 建不建議買 其實有很多觀眾之前 有業主私人 未信過我 我已經跟他說了 我個人 個人認為 未必值得買 除非你有開車的需要 為什麼呢 大家看看下面 拍照 這裡拍到那邊 這裡拍到那邊 大家可想而知 為什麼我不建議呢 第一 時代水岸下面的車位 是人房車位來的 我前陣子說了 紹興那個招商 伊雲水岸的車位 我覺得很建議 很值得買 甚至大家買來 投資那個值得 因為 在紹興 人房也好 產權也好 全部人房車位 都可以做證 做七十年的 一樣有房產證 一樣網簽的 但是豬海不是 豬海人房車位 是沒有產權 沒有得網簽 就是一個使用權 所以我覺得不值得 而且買價價錢 一點也不便宜 所以大家 有時決定買個車位 其實是很多因素 價錢一個因素 車位比例 它是什麼性質 還有 剛才我拍過大家 你看看 現在街上 之前沒有的 設置了很多政府 看到我畫了一格格的政府 這些不是為例拍車 這些全部都是拍完車之後給錢 就是我們香港叫咪標位 你買一連串整條河 一路撒到下去 都是可以這樣拍車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 那個車位的需求 就不單止是要拍在這個停車場 而在下面街上有拍 我覺得需求量 其實有 供應量就比較多了 OK 不同的新區 新區當然 以我去採訪很多發行商 其實新區 其實政府盡量 車都不給拍露面 拍露面抄牌 這是大家去諮詢 所以我就覺得 兆興的車位 值得買 為何這個我不值得 不是和他朋友 我和時代是很朋友 但這個實事求是 是這麼說給大家聽 所以 但除非你問我不是 我真的有輛中港車 次駕過來 又要充電 我怎樣有自己的位 是方便些的 當然你可以買 但我看到時租等等 都可以租 而且這裡有很多住宅 其他可能都有停車場 好嗎 這是我個人博士 以去的價錢 等等 我就衡量過 你問我 我個人我就不會買了 好嗎 說回到露台 露台有留言到 都挺激烈 封不封露台 原來挺多人去談這個問題 我很開心的 留言裡面 大部分都反映了 都覺得好像我博士的聽話 其實這樣的露台 不要封過去 享受環境 香港你買一個有露台的單位 你不要一二千萬 你都不可能有一個露台 這樣的享受 當你把露台封了之後 你就變成不是一個露台 什麼叫露台 這樣叫露台 是不是 有風吹過來吹到叫露台 但當你封了的時候 就已經不是一個露台 就是你的朋友來參觀 你出出我的露台 我有露台 就不是的了 到時就是一個工作坊 甚至你將它打通到變為大廳 擴大了 其實你就沒有了露台 那你就沒有了露台的享受 所以剛才我找了一些裝修公司來 我都計劃了什麼呢 就是我口說先 因為實在做起來做不做得到 我會鋪一些防腐木地板 我都要弄一個流水牆 我這些位置我會弄一個巴桌 在那裡 慢慢可以想在那裡 看著日落 喝東西 聊聊聊天 在那裡吹一下水 是不是 我長身都會貼一些木 下去的 因為有些個性 因為在內地不是太貴的 所以其實我會給很多心機 去想一下如何佈置這個露台 成為一個很廣闊的空間 讓我們香港人很少 有一個露台來 去享受一下大灣的生活 我弟弟住在一號銀海 我曾經住過一號西九等等 那些露台多大呢 那些露台從這裏 到這裏這麼大 我不要開玩笑 如果有些觀眾是內地人 你會很差勁 是過千萬的一間樓 但是只有這麼大一個露台 基本是讓你只能夠浪衫 連那隻 不要介我這樣說 連那隻狗狗出來 去廁所 都嫌勢 都嫌勢 因為都會踩進來 你明白嗎 這是香港人的痛苦 所以為何我們這麼喜愛 喜歡進來大灣區買樓 就是這樣 既然我們香港住在一個 過千萬 都是只有這麼多露台的一個城市 我們來到這裏 能夠百多萬 能夠買到一個這麼大的露台 所以我博士都是香港人 對不對 我都是會想盡辦法 怎樣整整整這個地方 很開心 到時候請你朋友上來 大家坐在這裏 看著條河吹風 好了 有人問我 我問博士 你又不怕被蚊針 我封露台 因為蚊 通常封露台 是兩個原因 我再說一次 通常是我經驗 一個是害怕很吵 一個是害怕很大塵 那邊蚊 沒有人封露台 我問一句 我博士 其實我博士 分享這些雙手 如果大家適合 喜歡聽 以後我再多拍幾集 多說一些 我是有超級豐富的經驗 你想想 我在香港 不要說我又認識 我又住美股 我住過飛鵝山 我住過有一村 我現在也住屯門 我由居門 我都住到居門 我內地都不同的城市 都住過這麼多居門 其實我經驗 我在裝修上的經驗 是很豐富的 你想想 如果你這樣的概念 怕有蚊 那如果你買一間別墅 有個花園 那你豈不是封了個花園 對吧 這個先合理 因為我住居門的經驗是有的 所以有時候 如果大家聽完我博士說 當然你可以一笑致之 就當大家聊天 其實沒有爭辯 沒有說哪個對哪個錯 只不過我經驗 我覺得封露台 我就不是太喜歡 那大家如果 你喜歡封露台 你不是封露台 但是你可以聽一下我博士的經驗分享 可能你會用你的參考 或者甚至你會改變意見 我們封露台 就不是為了防蚊 等於你有個花園很大 很漂亮的花園 你更好想有種樹 那都有蚊 那如果你封了花園 或者你以後買一間樓 你不會買一間有花園的樓 那我就不能說 有 我身邊有朋友 從來都不要花園 不要露台 因為很怕蚊 蚊 蚊 但反過來我博士很喜歡 因為我很享受這些空間 因為蚊這個問題很簡單 蚊這個問題 蚊這個問題就不用封露台 蚊這個露台 我講不封露台 不代表大家 這個門不會安蚊沙 對嗎 我出來露台享受 你依然可以拉蚊沙門 而且現在落地的蚊沙門很漂亮 你關了門 一樣很通透 望到外面 而且風可以吹到入屋 你的窗 你的門其實可以安蚊沙 蚊自然不會走進去 甚至現在有些蚊沙門 是自動彈出彈入的 這個你自己選擇 或者安外裝修王 看看有沒有幫你裝 所以我們是不會因為有蚊 而封露台 還有有時在露台 好像我香港的花園一樣 我怕有蚊 我當然會做一些措施 例如有些滅蚊燈 不要有積水 其實有蚊的原因 都可能有積水 或者有蟑螂 你如果那些東西全部髒 那些食物留下 就有蟑螂 但如果沒有這些東西 你就沒有蟑螂 你其實應該做一些防蚊的措施 就不是說用蜂露台去做 因為你一中了露台 你始終露台都是有窗 那你的風吹進來 我現在很涼爽 自然就不是這樣自然吹進來 就是窗吹進來 跟你在裡面是沒有分別的 那就等於沒有露台 這個就是我覺得 反而如果你說風 反而我是非常建議 我將會做什麼呢 跟我們 在這裡聊著智能家居 怎樣 還在聊著智能家居 是嗎 是呀 正在佈置 整漂亮一點 整好一點 反而這個生活露台 我是贊成風的 OK 那 甚至現在劉遠芬中山間樓 我們跟他做裝修 我都是幫他封做一個生活露台 劉遠芬之後就很開心 他很好用 他都很建議大家 這個風這個生活露台 因為這個生活露台 第一大家看到 對面都沒有景觀 也都不說 封都未必有 這個你封了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下雨 因為你這裡一定會掛衣服 我會做個電衣架 我掛衣服的時候 有時候下雨又怕吹濕些衣服 我的洗衣機就一定放在這裡 所以有觀眾問我 我的洗衣機就不會放在剛才那樣的露台 我的洗衣機就放在這裡 這裡如果我慢慢封了窗 也都不怕水會噴進來 通常戶外放在洗衣機 就算你戶外的話 通常它會有一些叫做岩石 即是板面的東西 在內地有訂的 整套是可以包住你的洗衣機 甚至洗衣機也有一些套 這些其實防水防曬的東西 其實是有的 你不需要擔心的 但我建議如果水岸這個單位 我真的建議你洗衣機放在這裡 你在這裡做浪衣 浪衣、燙衣也好 這裡你可以封了 然後下一個窗 你喜歡封的時候 你可以開了窗 就吹一下衣服 我覺得這個是很正的 就不用把你所有的鬧事 就整在露台 因為我想大家都見到 有些樓很漂亮 但多些人入了火的時候 在露台掛了衣服 很難看 所以這個是我非常建議的 好 大家對於不止水岸的 對於裝修 有甚麼想問我的意見 我博士都很喜歡分享給大家 大家下面可以留言 如果大家 我整班KOL都在這裡 和大家觀眾打招呼 其實我的徒弟都會不斷幫大家 如果大家有些盤 好像水岸那樣 要回訪 要了解甚麼情況 大家都在下面留言 我會叫他們 很多人想我們回訪 例如時代的都會大警 我會叫他們 有時我未必去得完 我叫他們幫大家去看看 好 最後都是那句 如果你是幫V加買了這個時代水岸 亦都未入我們V加業主的VIV專門的業主群 大家在下面留言 歡迎你加入我們V加業主的時代水岸業主群 大家在裏面分享多些訊息 和大家有任何問題 因為這個群 我在裏面 我們都邀請了時代的一些代表在裏面 大家有甚麼可以在裏面溝通 基本上幫我們V加買樓的一些樓盤 即是我們V加比較多客戶 其實我都盡量會開一些業主群 方便大家溝通 所以如果大家有其他一些物業 或其他項目 你都在下面寫給我 如果我們的稅量夠的話 我都會開業主群去服務大家 今集到此為止 希望我給大家的意見 是可以給大家作為一個參考 OK 下集見 拜拜